土步旗袍 这个事情我曾经在去松江苍城的老城区玩的时候 看到过商店里面有卖土步旗袍的 而最近上海海炮旗袍文化促进会组织近百名会员 一起优雅的行走在七宝老街上展示时尚美丽的土步旗袍时尚秀 吸引了很多市民来驻足观赏 其实关于土步旗袍还真有一些必须要说的故事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旗袍 因为土步应该确切讲叫上海土步 上海土步在户郊乡镇流行 这种土步俗称叫老步 而在1929年旗袍被国民政府认定为 女子的礼服 海派旗袍即风靡上海滩 而运用土步来制作旗袍 则源于1932年上海县农民教育馆组织的土步运动会 你看村壁A有钱 钱身的是吧 人家以前的上海县就搞过土步运动会 因为明清时期上海县农民大多以织棉为主 并以土步仿织为主要副业 乃此收入以补耕种之不足 所以20世纪20年代土产棉布是本地农民的主要身材之道 但是当时美艳的搏来洋部日趋行销 土步在市场上遭到了冷落 所以当时的上海县农民教育馆的馆长叫张义自凤三 感到无米的焦虑 决心顺应正在各地兴起的提倡国货运动当中 大办土步运动会 为复兴乡村土步生产助力纳威 这个事情最早1932年的6月6号 在专桥镇以这个土步运动会 上海县土步运动会的形式出现 一举享誉上海滩 而事实上这些土步商店 也兴起之后 在老城乡的蓬莱路中华路口的国货市场里面 也曾经连展三天 其实土步旗袍确实是很有味道的 护上淑女在那个时候 以穿土步为荣 而上海中学物文女中等著名的学校 改用大卢纹土步做成校服 土步旗袍被上海人视为时装 成为海派旗袍的特殊品种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老电视剧 老电影当中就看到 反应那个年代的女人 大多穿这种土步旗袍 真是很有特色的事情 而如今在这些老的市政 老的街道上 也还都有土步的这种传承记忆 以及土步产品在销售 所以那土步旗袍能够复兴 应该说能够再次成为 海派文化的一个代表象征